这个女人神情坚定地走上高炉 看着熊熊燃烧的烈火 纵身一跃跳入炉中 瞬间宝剑铸成 今天给大家带来老电影《江年神剑》 话说春秋战国时期 群雄并起连年征战 诸侯争霸名不聊生 这天吴国和徐国再次展开大战 吴国不敌徐国眼看战败 关键时刻吴国第一勇士 沁己带领士兵赶到 手持宝剑杀入镇中 转眼战局转变 吴国转败为胜大败徐国 徐王身受重伤 没死之前他告诉自己的儿子 战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一把天下无敌的宝剑 于是徐国公子决定外出寻找 为父报仇 与此同时 吴国大圣班师回朝后 吴王却被侄子和驴刺杀创为替代 为此吴王的儿子沁敬怀恨在心 伺机准备报复 和驴知道要想稳固江山 必须找到世上最强的宝剑才行 于是立刻派人四处寻找 而此时 徐国公子已经寻找宝剑来到吴国 他多方打听 得知欧严子是天下第一筑建师 于是立刻带着礼物来到欧严子的家中 恳请他为自己助练一把天下无敌的宝剑 没想到欧严子一口回绝 不想再铸造任何宝剑 因为他早已看多事实 只想做一个普普通的助练师 助一些普通的酒杯 同浸聊此一生 一旁的女子也调侃道 你们就是把炉中的铜水喝了变成铜人 他也不会给你们助剑的 就在这时 公子的侍卫挺身而出 卫表成心 一个挥刀自毁双眼 一个竟然端起一锅滚烫的铜水 一口喝下 众伤而亡 欧严子却心里已决 并不为所动 因为他知道 这宝剑一旦助成 必将成为危害众生的不祥之物 夜晚 徐国公子心中不甘 再次来到欧严子的家中 恳求他的侄女莫严帮忙 莫严看他如此执着 心中不忍 便告诉公子 有一个人可以帮他助剑 那人就是欧严子的师弟 甘江 公子大喜连连道谢 而此时 甘江正在人际罕至的山洞之中忙碌 为了得到助剑所用 百炼神钢 他已经独自在山中寻找炼钢宝石 两年有余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被他炼成了 百炼神钢 随后 徐国公子就在莫严的带领下 来到山洞之中 起初甘江看公子一身华府锦衣 恐怕不能受着助念保剑之苦 公子为表诚意和决心 立刻将身上所有宝物 全部置于助剑火炉之中 与此同时 吴王和吕的手下 也向他报告了 甘江铸成百炼神钢的事情 于是立刻派人前往甘江家中 想要将甘江带入宫中 为他助剑 好在甘江身手敏捷 逃脱了抓捕 官兵无法 只得找他的师兄 欧严子 抓住 关了起来 要挟甘江 甘江眼见 亲人被抓 没有办法 只得答应了吴王的要求 吴王大喜 立刻秘人在宫中 建起两座巨大的高楼 并率领群臣 举行了盛大的开路仪式 就在这时 欧严子突然出现在了高楼之上 他得知 甘江准备为昏君 驻剑痛心不已 并苦口婆心的劝为大 他一生助念了 无数的神兵力气 不但耗尽了体力 心力和财力 更因此 害了自己的家庭和亲人 希望你们不要为 昏冤的吴王 驻剑残害苍生 说吧 脱掉衣服 露出了胳膊上 一道道的剑伤 告简刚将 驻剑师 驻剑了三个禁忌 体力不济 不能沉剑 意志不坚 不能沉剑 暴君不仁 更不能沉剑 如若不听 只一驻脸 那每驻成一把宝剑 便会驻成一恶 驻剑之人 最终会恶贯满盈 自毁在剑下 说完便服毒自禁声王 而就在这时 欧英子的孙子 跑了出来 偷骂起吴王 没想到 残暴的吴王 竟然伸手将孩子抓起 投入了高无之中 并残酷的说道 正好用他记录 这令在场的所有人 悲愤不已 只有甘将不为所动 依然率领众人 开始了艰苦的驻剑工作 莫言眼看叔叔和无辜的孩子 命丧吴王之手 心中悲愤异常 指责甘将 为什么要助纣为虐 宝剑一旦驻成 那将会有更多的无辜之人 惨死剑下 每助一剑 便助一恶 你这是在助一个 永世无法弥补的罪恶 甘将听完却不为所动 转身继续逐剑 这令莫言心寒至极 转眼三年过去 不知为何 这百念神刚 依然坚硬无比 无法融化 甘将的宝剑依然没有成功 这令吴王愤怒异常 而此时心灰意冷的莫言 也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这里 看着心爱的人即将离去 甘将这才说出了 他助剑的真正原因 原来他是想炼成宝剑之后 寻找机会刺杀无望 莫言听后 这才知道 他是错怪了甘将 于是立刻决定留下来 助他一臂之力 随后他们也找到了 百念神刚不成的原因 原来古书记载 想要将百念神刚融化 就必须有一个人跳入炉中 用此人的精气 融入百念神坑之中 方可将之融化 这令甘将一筹莫展 而此时莫言却已经下定决心 设身成人 随后他趁甘将外出之际 一无反顾地来到高炉之上 准备以身驯炉 甘将得知后失声痛哭 连忙赶来极力劝阻 但莫言心意已决 最终怀着对甘将的无限的思念 纵身一跃 跳入燃着熊熊烈火的炉中 果不及然 三年未曾融化的白炼神刚 竟然奇迹般地融化成钢水 瞬间成功流出高炉 甘将知道实际已成 于是立刻怀着悲痛的心情 与众人筑起宝剑 时间不大 一把做工精良的宝剑 便送到了吴王面前 吴王大喜 立刻上前拔剑剑上 并向甘将询问 宝剑的名字 甘将略以沉思说的 此剑是莫言的筋魄所裂 所以名为莫言 吴王不悦 立刻彻责甘将 竟然用莫言锁住 那就叫他飞骑绕住三圈 谁曾想 吴王话音刚落 宝剑的剑身之上 竟然显现出了莫言的面目 随后 宝剑真的飞升空中 照着弓垫石柱 转了三圈 大王等人顿时大击失色 突然 吴王猜测道 这宝剑应该是有两把才对 必定还有一把甘将剑 不带吴王说完 甘将已经手持宝剑刺向吴王 一番激烈的厮杀之后 莫言宝剑竟然化身为 一只通体闪光的孔雀 飞升而去 而此时 甘将也手持神剑 飞升来到高炉之上 突然天空阴云密布 晴朗的白天一下变为黑夜 只见天空中 树道闪电劈下 射向甘将 一片耀眼的金光闪过之后 甘将竟然也化身为 金龙一条 闪现空中 口吐烈火 喷向高炉 时间不大 高炉已经融化青岛 作恶多端的吴王躲闪不及 最终密丧高炉之下 故事到此结束